我們就把巧克力加進來 對 然後把它拌炒一下 哇 我沒有想過巧克力入菜 會是什麼感覺 你在吃的時候 會多了一個你很熟悉的香味 不會覺得說 巧克力我一定要吃甜的 跳跳糖 請問一下為什麼明明是巧克力 可是它是跳跳糖的滋味 我想說要讓這個孩子 在吃巧克力的同時當中 帶一點樂趣 我說我要讓你吃到巧克力 在嘴巴裡面又有放煙火的感覺 歡迎小看健康有放 我是阿兒 你吃過巧克力嗎 我超愛 有黑的有白的 還有一些有什麼巧克力裹人的 然後或者是有人說 它有生巧克力跟熟巧克力 也有人說還有巧克力飲 我今天真的要帶大家 來大開眼界 健康有方 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要打開你的胃圍 來吃巧克力 介紹我們現場的幾位好朋友 首先來介紹的是我們的營養師 我們歡迎張慧敏營養師 大家好 營養師告訴我們 巧克力吃得是很好了 女生男生吃都很棒 我們現場有人吃過以後 心情好愉悅 對啊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我們南投可可合作社的 創社理事長 我們歡迎陳炳豪理事長 各位來賓 各位觀眾大家好 吃過你們家的巧克力 知道你們家的可可果園之後 忍不住給他要了名片 希望有一天要去拜訪一下 歡迎歡迎 好 接下來就是我最喜歡的好朋友 18度C巧克力工坊的創辦人 我們歡迎 博敬翔 博師傅 主持人好 各位深愛巧克力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18度 有夠好 我告訴你旁邊這位朋友 你要認識一下 做菜料理很厲害 我們來介紹健康主廚 陳芝瑩 大家好 巧克力其實我們先從源頭來說 因為很多朋友並不是很知道說 這些巧克力從可可果開始 那可可果我看起來都一樣 全世界的可可果 它品系主要有三大品系 那第一種就是我們講的 香氣最多的 香氣最好的 但是它的產量最少 因為它的抗病性差 所有果農不大願意栽種 就是克里歐羅 所以成功率低是不是 對 另外一種就是 柏仁斯特羅 它是產量很大 但是它抗病性也很強 但是完全沒有香氣 所以它都著重在於商業工業用 萃取它裡面的元素 那另外因為農民對這兩個 就是兩極端 所以就把這兩個去做配種 出來就是我們吹泥塔利奧 它集合兩種品種的優點 它產量多 抗病性強 香氣也夠 所以目前台灣主要的生產的 都是以這個吹泥塔利奧 這一支的品系比較多 但是講到技術 理事長 我們台灣的技術其實不輸國外 對 目前來講 決定巧克力好不好吃 兩個工序 是 最主要的在這個發酵過程 因為發酵的過程裡面 我們必須要去養菌 自然界裡面有兩種菌 紅取菌跟白取菌 那紅取菌我們很多的這個 料理師傅都會做紅酒 紅酒吧 那個紅取菌 那白取菌都在釀酒比較多 那釀酒它又分為三道方向 醋 酵素 酒 又會變成三個 一個溫度時間 濕度就會變化 所以在這個酵素發展的過程裡面 怎麼樣讓它穩定 達到我們要的香氣 決定在發酵這個地方 台灣現在主要產這個可可果就是 在哪裡 在屏東跟南投 這兩個區域是 台灣的最北端就是在南投 產量目前來講 我們的耕種面積 雖然比屏東來的少 但是產量 目前以種植的顆數來講 我們是超過它們 OK 好 各位你可能在我手上看到 我只看得懂黑跟白 其實巧克力還有分幾%多少度 那個是不一樣 營養師告訴我們 黑白巧克力的比較 它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黑的它有可可膏 也有可可菊 那白的呢 只有可可菊 它把那個可可膏的那個 可可素都拿掉了 所以呢 就是可可脂 當然呢 我們要說它是這個 白巧克力也有一個 我們那個迷思 不是所有的白色的 都是白巧克力 要它這個可可脂 要含20%以上 然後呢 它的其他的添加物 要在55%以下 才能夠叫白色巧克力 糖分也要低於百分之 55以下 OK 這個才叫做白巧克力 那黑巧克力就不一樣了 對 因為其實它裡面還有 70%的可可膏成分 還有30%的糖分 那這個就叫做 70%的巧克力 對的 我發現我快要變成巧克力達人了 好 其實我們巧克力還有分 生的跟熟的 毛師傅 我有吃過生巧克力 那硬塊的這種就叫做 熟巧克力嗎 那個叫生巧克力嗎 我們當初在推 業界在推生巧克力 只是沿用於日本 生巧克力的意思 就是新鮮柔軟 就好像是生啤酒 就是生米蘆 現在我們的巧克力 就是生米蘆 是這樣子的意思 了解 對 在打造這個品牌的過程當中 突然間有一個 就是小女生跑來說 毛師傅 我想能不能麻煩你一件事說 什麼事 他說因為我爸爸 他有這個糖尿病 但是他就是愛吃巧克力 怎麼辦 我說那很簡單 我來幫他量身訂造 就製作 他可以吃的這樣巧克力 你容我兩三天 我幫你做這樣子的調整 結果經過幾天以後 我就去找了所謂的麥芽糖醇 他就是人體不吸收的這個糖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百分之百的這個 我們做了一個製作以後 就呈現給這一個家庭 所以他就給這個爸爸吃完之後 他爸爸說 對 我就是要這個投胃 好 事實上 事實上那個糖 它是不吸收的 所以也圓了這個小孩子的這個夢 所以之後我才想說 對 糖尿病在這個區塊裡面 其實他喜歡的這個巧克力 我們身為一個製造的這個師傅 我們應該餵他們來朝這個方向 所以我就去做了這個 麥芽糖醇所做的這個 生巧克力 其實把它吃起來 它還是有甜度 只是這個糖呢 人體不吸收 除了說不吸收以外 它對於我們的腸道 益生菌有幫助 是的 其實你吃你如果不說 這是特別去做的 其實跟市售的那種生巧克力 其實味道幾乎一模一樣 對 但是它裡面的成分是不一樣 所以它表現出來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厲害的 不要說我們今天為了吃健康 然後口味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就乾脆就不要做了 老師傅你厲害 厲害 這真的厲害 你這個許願書 一定要讓我許願一下 好 主廚 巧克力其實可以入菜 你有什麼樣的巧思 覺得巧克力其實入菜 它是很搭的 其實巧克力入菜這件事情 在好幾十年前 人家歐洲就已經這樣做了 對 它們大部分在野味 就是它們不是有那種 獵捕的食節嗎 有些野兔 鹿子 鹿 鹿 野味 然後像一些薑果 因為國外比較多 那種莓果類的 這個也很搭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 放在菜裡面的話 通常燉菜會比較多 那再來一個 我剛才其實跟寶師傅 我們有聊過 其實巧克力 它是一個絕佳的配角 是 它在菜裡面是配角 你不要讓它的風味去 蓋掉原來我們的食物的味道 它兩個加起來就是加分 對 這個就要挑了 那個就是創意 所以農民很會做可可果 然後呢 我師傅很會做巧克力 我告訴你 知影師傅更厲害 他會入菜 待會我們給大家一個 不一樣的巧克力料理 馬上回來 我們就把巧克力加進來 對 然後把它拌好一下 哇 我沒有想過巧克力入菜 會是什麼感覺 有那個巧克力 然後搭配香料 搭配那個肉的香味 好 趕快在我們的健康有棒 FB按個讚 你會知道說 原來我們在地的可可果 有這麼這麼多很好的品種 而且很好吃的巧克力 現在我們要請主廚來大顯身手囉 巧克力可以入菜 你還很鹹耶 鹹耶 而且是巧克力老鼠肉 老鼠肉是什麼肉 老鼠肉 今天老鼠是一個 它是在豬身上的一個部位的肉 是在鼠西部 很嫩的那一塊 很嫩 九組不會柴的 太好了 好 可是今天的主角是巧克力 那一般我們市售巧克力 通常買到你可以買到整塊的 是也可以買到這種扭扣巧克力 在做甜點的 那幾個% 我覺得觀眾 你就可以自己選擇 那可是今天呢 哇 現場有這麼好的85% 等一下我們就直接拿這個來入菜 好 OK 今天這邊的食材 通常巧克力我們通常會搭配野味 然後莓果 然後再來酒 然後跟女孩子 因為女孩子很喜歡巧克力 所以其實巧克力跟這幾個都很搭 都是好朋友 對 都好朋友 那我這邊就特別準備了那個番茄乾 好 因為番茄它只要曬過之後呢 它的風味就會變得比較酸 是 然後它的香氣就會比較重 所以它跟巧克力搭起來會非常的搭 太好了 對 那這是那種油漬的番茄乾 是 我們就一點點的油下鍋 不用另外再放油了 不用不用 我們本身有一點油脂 對 就讓這些番茄下鍋 沒有太油 太好了 OK 那這邊呢 我要特別講一下 我們今天選的肉的部位呢 是 像我們是用後腿肉嘛 是 然後跟那個熟悉部的肉 或者是像這個 我有特別再準備一個 很嫩的一個部位是那個 油來肉 油來肉 這幾塊肉呢 都是油脂很少的 是 是 那因為我們巧克力 有一點點油脂 所以其實就可以 增加它的那個潤孔 對 這種肉煮了太久 你其實不好 剛才說不慘 對 那這邊呢 我們要特別注意的一點就是 這邊我們把肉呢 稍微拌炒一下 拌熟就可以先起鍋 因為這樣子呢 我們可以抓到它最完美的一個熟度 是 對 OK 稍微給它過一下 對 就好了 稍微過一下 所以這個是巧克力 番茄 乾桂 老鼠肉 對 沒錯 那再來 洋蔥 這時候就加進來 Yeah 鍋裡面還有一點油脂 那我們就是把它拌炒一下 繼續 好 繼續拌炒 對 那巧克力呢 跟香料也很搭 新鮮的香料 明蝶香 對 這在台灣現在也是栽種 非常的方便 然後也很容易取得 很多人家裡面陽台也會做不少 沒錯 聰明 馬上就有 馬上就可以入菜 然後很奇特喔 這些香料加一點點那個風味就提起來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就跟老師傅做了很多巧克力 你加個玫瑰 加個什麼東西 它味道就不一樣了 是 對 一點點的 提味 就是提味 然後可是你要稍微 對 要去斟酌去使用它的量 你不可以搶過巧克力的味道 沒錯 對不對 有沒有現場已經 都是那種香氣 我們用這樣子 奶色又所有的觀眾朋友 是不道德的 但是沒有關係 我也更不道德 是等一下我幫你吃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 拿85%的巧克力來使用 巧克力來了 OK 這時候我們就把巧克力加進來 來 主廚在做菜的那個姿勢真是 好 令人心動 我們把我們的豆子 也把它加進來 好 這時候 豆子是熟的很深的 對 豆子我稍微先汆燙一下 然後你看下面已經有那個 還有一點點 湯汁了對不對 然後全部都把它加進來 你看 那個湯汁都把它加進來 對 然後把它拌炒一下 我沒有想過巧克力入菜 會是什麼感覺 因為都覺得巧克力好像是甜的 對 沒錯 好 我們把它拌炒一下 然後讓巧克力整個 已經香了 沾附上去 那個香氣又不一樣了 真的 其實這個味道你就不會覺得說 是甜點的那個香氣 有那個巧克力 然後搭配香料 搭配那個肉的香味 好 那我們等一下一點簡單的調味就好了 胡椒跟鹽巴就可以了 我好想把指引主廚帶回家 這個料理做起來 但沒有關係 我可以把18東西的巧克力帶回家 主廚我帶不走 巧克力我可以帶不走 好 我們再讓它稍微炒一下 那你要確定你的肉是熟的 熟的 才可以 對 其實這個肉很快熟吧 對 很快 因為我覺得你沒有切到太厚 那剛剛呢 我們還有可以使用的玫瑰 等一下我們會把它加進來 新鮮的玫瑰 對 擺盤的時候就可以使用 太好了 差不多囉 那我們這個肉呢 當然也不要煮過久 煮過久它就有點太熟了 對 要抓嫩嫩的感覺 對 嫩嫩的沒錯 我們來確定一下 跟我一樣嫩 那就剛剛好了 OK 好 完成了 那我們就來擺盤 耶 太好了 好 這是可以 其實巧克力可甜可鹹 是 沒錯 然後現代人其實會想破頭 不知道我要做什麼創意 那今天志穎主廚幫我們做了一個 很特別的創意料理 其實這些食材不難找 對 你也可以換一種方法 異曲同工 我要換個雞肉 我要換個牛肉 然後類似的方法對不對 沒錯 沒錯 好聰明 跟你說 那你也可以啊 稍微加一點點湯汁 讓它用燉的 也不錯嗎 對 也不錯 然後讓它是湯湯水水的 也很好 真的嗎 你也可以像這樣有點甘草的 我喜歡這個甘草的感覺 但是有一點燉的感覺也很好 對 因為今天本來 我想要分享的是可以燉的一道料理 可是因為我們攝影的時間 沒有辦法這麼長 所以我就先分享用炒的方式 那事實上巧克力 如果你把它放在很多燉菜 尤其下次煮咖哩你試試看 咖哩裡面你丟一兩塊巧克力進去 應該不錯 那個風味很棒 好主力 對 那個風味很棒 OK 太好了 然後我們的玫瑰 就可以把它放上來 哇 綠的玫瑰花 那其實像饅頭那邊 種了很多那種食用花 是的 對 食用花也可以把它放上來 都捨不得吃了 OK 我們就已經完成囉 太好了 好 謝謝志盈主廚幫我們做的這個 巧克力 是 番茄干會老鼠肉 是 嚐嚐看 嚐嚐看 我剛剛已經很快 就已經立刻偷吃了一口 好嫩好好吃 其實 我們剛剛去現場看到他放巧克力 是 如果你不講我其實不知道 其實如果我們烹調過程 你們沒有觀眾 你看如果沒有跟著看完 然後你根本不知道我們有放巧克力 事實上你在吃的時候 會多了一個你很熟悉的香味 特色的香味 對 但是你不會覺得說 巧克力我一定要吃甜的 沒有 其實沒有 燉菜啊 燉豆子啊 燉一些肉啊 其實都很適合丟一點點巧克力 那其實在我們南投這個地方 很好客喔 你知道我一定要給你放茶一下 不過也要一些很好的創意吃法 也是毛師傅其實花了很多的心力 做了研究對不對 是啊 因為我之前想說 我們中國人有一個鳳茶的這個文化 對 那為什麼不在小鄉鎮呢 來做這樣推展 所以我就用這個海拔 大概一千六以上的這個翠峰 這個很好的高山茶 來呈現給消費者 那用一個很好的這個巧克力 來對就是跟我們的鳳茶 還有咖啡來迎賓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埔里 一個熱誠的一個接待 是 除了熱誠的歡迎 跟熱誠的接待 其實還有熱誠的創意 你把芒果也放在巧克力裡頭 是啊 因為我把那個 台茶十八號跟芒果 結合在一起 來做一個叫紅芋 這個芒果的這個巧克力 事實上 看好漂亮喔 色澤很漂亮 然後主要是用這個芒果跟茶 來入菜 就是入到巧克力這個風味裡面 那也用了當地的一些食材 做創作這樣 是 好 這個是當地的食材 還有我覺得在地非常好 像我們南投 還有屏東種了很多 像我們剛剛的那個可可果果 那這些其實都是很好運用 我們等一下還給大家更驚豔的 巧克力會跳舞 在你的嘴巴會跳舞 好 今天最好的伴侣就是巧克力 但是巧克力跟谁是绝配呢 是咖啡还是茶 你喜欢配什么 我喜欢配都可以 配我陪你啦 可以 我觉得人比较重要 人比较重要 人对就好 好 来 毛师傅 其实我们这个人对了 它有一些很好的组合 百岁的阿嬷都好爱巧克力 是啊 这个 曾经有一次我去一个长辈家 结果我问说 那个阿嬷 你为什么可以把这个 已经快百岁了 这个身体那么健壮 她说 我说你有没有什么 养生之道 一个美咖咖的 正巧那时候她就在喝一杯牛奶 她说你看我这杯牛奶味道就不一样 结果它是一个热牛奶 我就发现这个香气很棒 是 结果它就滴了几滴的这个 我们南投的这个白兰地 原来是牛奶加了白兰地以后加热 它那个香气 她说这就是它的养生之道 当然她之后也调了一杯给我 我说这个香气 牛奶加了白兰地 那香气是非常好 在我的脑海里注入了这个记忆 所以我就在这个制作 75%生巧克力的那一刹 因为我们要熬煮这个牛奶 这个鲜奶油 我就想说好 我就把南投的这个白兰地 加入熬煮看看 这个香气特别的香醇 所以把它在均质过程当中 那个75%生巧克力 味道就非常棒 还有一个给大家享用的是 我好喜欢这个 我们女儿也很爱 跳跳糖 请问一下为什么明明是巧克力 可是它是跳跳糖的滋味 我吃一个给大家看 我不知道收音可以收得到 然后请毛师傅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做了这样的巧克力 来 请说 好 这个我想说要让这个孩子 在吃巧克力的同时当中 带一点乐趣 我说我要让你吃到巧克力 在嘴巴里面又有放烟火的感觉 所以其实这个在嘴巴有点 这个放烟火的香那个声音 听看看 有耶 我听到了 我距离大概快100公分 还听得到耶 听到了 所以这只是 你怎么放到的 这只是我要让 享受巧克力的人 增加更多的这个喜悦 我已经泡起来了 我耳朵不错 我都能听得到耶 是不是 很厉害 我的嘴巴叫放烟火啊 好 为大家是这样 理事长 我还在啵啵啵 用了烟火 欢迎理事长 理事长有把很多的巧克力 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结合 对不对 你带来了很棒的东西 目前南投的巧克力 大部分会着重在养生这个系列 所以我们把在地元素 这是姜黄 它入到这个巧克力里面 所以那个姜黄的香气 跟巧克力也很搭 我觉得超乎我的想象耶 完全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红姜黄 它的姜黄素 是一般姜黄的六倍 好 这个我让主厨来跟我们吃吃看 主厨的品味就是不一样 太棒了 有姜黄的味道 你看搭不搭 主厨都稍微拼一下 姜黄入味是很好的层次感 吃进口的时候啊 其实慢慢的那个姜黄味道 才慢慢慢慢出来 它不会是让你觉得很怕 那你还是可以吃得到 它原本的巧克力的香气 它其实搭配的非常的好耶 对 太棒了 今天我们的巧克力 这个可可果果很重要 它还可以入菜 我没有想到 今天理事长敢来 好赞我们的知影主厨 他做了一个 这什么 来 理事长你来解释一下 你这个汤不一样 我们这个是用排骨 来炖这个可可豆 新鲜的可可豆 新鲜的 对 汤里面就有可可豆 刚刚这个 那个汤头蛮好喝的味道 清爽 对 主厨 这个感觉清爽 好香啊 清甜 很清甜 然后 再来那个 可可果的那个果肉 都已经散在那个汤里面 汤有点那种浓稠的感觉了 真的真的 好 这就是很棒的 我们有把这个可以做到 我们的汤里头 然后巧克力 我们也想过说 用姜黄也可以做得出来 好 这个其实还有很多 我们在吃巧克力的时候 大家就比较怕 小孩子吃的时候 怕会蛀牙 营养师坦白说 吃巧克力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小朋友 在那个牙齿上面的成长 如果吃跳跳巧克力 应该不会 主要的是说 如果你是 就是好比说75度 怕你上的巧克力 它含的巧克力的可可糕 是很多的 这个时候可可糕 其实它有抗发炎 而且它还可以让你 这个牙齦上面的一些油脂 把它分裂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 巧克力在牙齿里面的时候 它可以阻止碳水化合物的发展 所以你的牙齿反而会更健康 好 真的是非常高兴 我们今天有现场 这么多种不同的巧克力